来的地方并没有换到另外好的地方去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大圣佛法 他了解 他知道 他相信也不会诽谤 但是他自己认为 我是个小圣人 我是个生文人 我只能到这个地方 我不敢想 那是大圣菩萨道不是我做的 有这个道理 但是我没有这个力量 这个就好像啊 有一袋东西是一千斤 摆在门口 那么看起来不多 挑起来很重 是有一千斤的这个重量 那么现在他看到这个担子了 他也提提一看 好重 提不起来 以他的力量顶多是挑一百斤 现在这个一千斤的担子 他是挑不起来的 相信有一千斤的担子 但是他只能挑一百斤 他没有这个力量挑 所以他燃其手指有在本处 那么这个千斤 那么这个千斤 但是我假设的比方 比方当中再假设这么一个比方 一大圣佛法 比那个千斤担子 他看到了 也去提提看 是挑不起来 没有这个力量 挑不起来 那么他相信这个担子是有的 也有这么大的分量 是这么重 提就提不动了 假如你没有练这个提 这个拿重的方法 那么你没有练成习惯了 你提提看 你看那个两个车轮子 小小的提提看 提不动 我提过的 看不起他 什么一个小小的 那个贴 圆圆的 但是去提他的时候 连吃奶的力都用掉了 还是没有动 微微不动 提不动 那么就是他了解 大圣佛法是有的 千斤担子是有的 那么他自己挑不起来 所以然其所知 游在本处 还是安置在自己本分的地方 那么我还是挑我的一百斤吧 那个一千斤我挑不动 照样挑我的一百斤 一百斤担子比生文法 偏真涅槃 我还是正我的偏真涅槃 我得到偏真涅槃 够了 这样就好了 那么对于这个 大圣菩萨道的 那个千斤担子 我没有这个力量 那只好啊 两人性子 尊重他 不敢接受 所以游在本处 下面是领家业 命领业 长者命令这个穷子啊 领 就是接受他的接业 替他办内务啊 以前都是做苦工啊 现在不要做苦工啊 前面是比方在方等时 在方等时 现在 这个命领家业 以下呀 就是比方这个波瑞石了 领悟到波瑞石的道理 这有两端 第一 第一 命 命之 家事 第二 受命领之 长者先命令他领 领啊 领啊 之啊 就是 要他了解 办事 先明白他的家业 他家里该做的事情 啊 那么 然后叫他照样去办事 啊 办他的家务 啊 所以经文说 儿时长者有急 自知将死不久 愚穷子言 我今多有金银珍宝 穿酷隐一 其中多少所运取鱼 鲁系之之 我心鲁诗 当提此鲁 所以这何 经我于鲁 便为不亦 以家用心 无令漏施 这一端呢 就是命之家事 命令从此 要明白他家里的事物 要替他办这个家事 儿时 就是 心相体性以后 那个时候 长者年级大了 这个时候有病了 啊 有急 这个急是病啊 啊 不是快了 哦 这个急就是他生病 长者已经有病了 既然有病啊 生劳病时 病跟死是连珠的 啊 就跟在死的后头的 所以啊 呃 自己知道 他将要死了 长者将死 大概没有多久的时间 就要死了 那么因此 他就对穷子说 于穷子言 跟穷子讲啊 下面就是 对穷子讲的话 啊 那么现在是认他为儿啊 是他的亲生儿子 一样啊 哎 穷子 你现在不是穷子了 是我的亲生儿 啊 现在我家里的事情啊 你得替我办好啊 啊 我今多有金银珍宝 我家里有很多金钱啊 黄金 白银 种种珍贵的宝物 七宝等等 啊 那么我的窗户 里面满满的金银珍宝 满到要流出来了 银翼 意思满到流出来 那么这个窗户里面的金银珍宝 究竟有多少啊 其中或多或少 所应取的 所应余的 就是说 应当收起来的 这个财物 应当放出去的 这个带出去的财物 你应当都要知道啊 钱那么多 他不会放在哪里啊 那么不会胜利 这样子会造成浪费 所以一部分拿出去胜利啊 哪一个银行有多少 那么一一跟他说明啊 我那个彰化银行有多少 第一银行有多少啊 把那个存折一张一张都 直接这个 这个穷子的儿子啊 就是他认为是真的儿子了 跟他一一说明 所应取 哪一个是放出去的 哪一张是收进来的 这个你应当要知道 鲁系 吃吃 你 这个鲁就是你了 你 做儿子的人 应当要知道啊 我的心对你啊 这样子彻底相信你 我心如是 你了解我吗 我做父亲的人 你是我的儿子 我把我的家业 完全交代你 替我办事 当提此义 你要体会到我的意思 我今天对你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爱父的情况啊 那你就是长者的继承人了 所以 所以我这样子把所有的工作 所有的财产都交代给你 这为什么呢 经我与卢啊 变为不义 从前你是穷子 是做工的 现在不是了 不义 没有两样 义就是不同啊 不义就是相同了 什么相同啊 同一家 同一家 你是亲生儿子 你是在我家里的人 嗯 一家用心 那既然你是我家里的人 你是我的新生子啊 那你要很用心 应当要用心的 无令漏施 把这些财物啊 不要损失啊 好好的照料 这就是命令他 知家事 知管理 这个知就管理 管理他家里的事物啊 这是比方 法医啊 比对前面的比喻 比对前面的比喻 可以知道 金比什么 银比什么 珍宝比什么 啊 穿是装什么的 裤装什么的 嗯 那同样的话 他说的太多遍了 没什么意思啊 你会觉得我在重复 又重复 三重复 五重复 比大波瑞还要多 啊 这样子你会嫌反的 所以像这类的比方法 前面都一一都说过了 他里面的含义啊 都说过了 就比对前面 已经讲过的 就可以知道 不必再续说 这是命令他啊 管理家事 命之家事啊 下文受命领之啊 接受长者的命令啊 知就是管理 去管理他的家事 怎么样子管理法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 下读 请不吝点赞 炭地 Co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慈悲志愿》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时期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300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 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速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已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护爱共存 消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见地是无颠倒的佛意 见者是有情众生的心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见地不在他处 见地是无偏颇而宽广遍一切处 没有中央或边缘 因此让你的心性不造作 当你的心对此向内看着时 不要将它视为他物 反之 将它视为自始就在你的内在 这就是了物所见与能见 无二无别的要诀 请问禅修与禅修者之间的 分界限是什么 上师达到 禅修是将自己安置在无念法性的无造作 本然状态 禅修者是余切式的心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放松身心而进入你凡俗心性的无造作状态 并认他处于本自己有 本自能知的状态 不受念头的破坏 在这个状态下 没有可分离的修炼者 所以他称作了物禅修者 与禅修无二无别的要诀 请问行与加行之间的分界限是什么 上师达到 行是你所做的一切 加行是运用你的一切行为 使修行更加进步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以正念守护而设持你的行 住 坐卧等一切作为 不要陷入日常事物之中 以法性设持你的行和加行运用 这就称作了物行与加行 无二无别的要诀 请问求证与能证者之间的分界限制 上师达到 求证之果是佛的三身 能证者是抑郁证悟三身的心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三身不在他处 心的自信与事物的自信 皆是为空且不可分离 即是法身 体验此意毫无束缚的能知 即是报身 觉性以种种方式显现 如此的游戏即是化身 了物到求证之果的 就在你之内 而非与他处可达 这就称作了物果 此刻就在你之内 而非求证之对境的要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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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互生功德书盛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萨 摩合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生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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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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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